欢迎收看最佛型幽默的财经节目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台股今天继续大涨的态势 涨了将近300点 这个竟然一口气就把所有的均线给收复了 短短三天 从最低点到最高点是涨了1000点 大家是真的有一点点措手不及 不过呢 倒也不要急 因为这两天说实话 台积电贡献了非常多的涨点 中小型股就不一定了 是不是还能够蓄势待发呢 像今天盘中之后 其实资金除了在台积电身上之外 都流向了几乎是非电的全值 今天金融股还是非常厉害 有很多档金融股也都在历史新高的附近 还有航空股也都飞上天 但是科技的大佬 科技的大龙头 却都有点开高走低 接下来能不能全面复苏呢 可能要看好几关 好几个指标 我们就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第一位是国泰正旗的蔡明翰 明翰协理 明翰协理今天要来探讨一件事情 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新闻 Intel的执行长季辛格宣布要退休 是退休还是被退休 我们不确定 但昨天台积电的大涨跟这件事情 有没有关系呢 好像彻底把Intel给击垮了 但现在又有最新的消息说 台积电退休的刘德英董事长 有可能去Intel整顿 好 接下来半导体的态势跟板块 到底会怎么样来挪移 等一下明翰经理会来跟大家讲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废半也反攻了 台积电也涨了 那台积电相关的设备供应链 以及其他的电子全职股 到底能不能跟涨呢 等一下明翰经理会有全盘的解说 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总务股长 阿格力 今天台面上的大新闻 某档高息ETF 因为配息不如预期被大卖100多万张 好 投资人现在真的纷纷来留言 来询问说 怎么办 那我手上的高息ETF 要看哪些指标 我才知道它能够继续高配息呢 会不会每一档都降息呢 好 阿格力今天有独家的教学哦 后来告诉你 到底要符合什么样条件的高息ETF 您可以放心报下去 您可以放心领袭 他也会源源不绝的用好的配息率给大家 他是有一些选股逻辑的 另外今天阿格力独家大放送 告诉你今年的隔股 很多都已经顺利的填全息 有机会明年也一样 等一下记得锁定阿格力的讲法哦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型男股神 魏良哥 好 型男股神 以前带过大型的投信 所以非常了解投信法人的动态哦 12月不管外资 你要不要回来买 当然今天有买啦 投信是一定要买的 等一下会有独家的教学 到底主动式的投信 现在锁定在哪一些的小标股上面呢 另外有一些股票虽然投信没有买哦 甚至在卖像红海 但不要担心 因为它有集团的色彩 就算投信不青睐 集团的资金也会相互加持 等一下听听看 型男股神的分析哦 好 首先有请明翰协林 好 英特尔昨天呢 CEO给换人了 也不是换人了 我们还不知道换谁 但是他说寄星格要退休了 其实也是一页半导体的历史 从过去很趾高气昂 甚至对台积电不友善 到后来其实近期 因为英特尔自己表现不好 对台积电相对是友善的 但现在有一个很猛的传闻 说竟然会由台积电退休的董事长 刘德英去接任英特尔的CEO 有没有可能 好 那半导体的供应链 是应该高兴吧 因为有机会双吃啊 对 应该这样讲 我个人觉得 我自己感受啦 我觉得其实英特尔 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对台积电影响的层次 其实并不会太大 因为原因来讲 我觉得两个目前层次 确实有蛮大的落差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寄星格的问题 应该说这是讯息传出来的 本来是他是跟董事会讨论两件事情 要怎么赢回市占率 跟缩小跟回答的这个差距 应该这样 现在概念就是 如果就这个AI伺服器的这个晶片来讲 回答的市占率是95以上 那他还不到1 他在讲我这个一个percent 要怎么去追95个percent 结果董事会结论就不买单 然后提供两个选项 要么就是退休 要么就开除 所以他只能从这之中 最后选择退休 要有概念就是说 他在英特尔已经超过30年 前段时间很久 但这次回国是从21年开始 他是有五年的合约 所以照理讲 现在应该会到26年 所以目前的角度来看 确实是提前被做被选择了 他跟包尔的任期一样 类似 目前市场要提到 有没有可能是 从这个前董事长刘德英 想办法去就任这个 英特尔的这个 所谓新的董事长 目前没办法获得证实 或有没有可能性 但我个人觉得 当然应该说 从两个层次下去 我个人的判断 我觉得对英特尔 假设真的 刘德英去 对英特尔 会不会有一个很正向 我个人觉得 绝对是百分之百 我认为这股价 会有大幅喷发的机会 因为毕竟来讲 这个因为之前 刘德英在这个所谓管理台积电来讲 是可圈可点 所以如果他转到英特尔 一定会对英特尔会有 这股价大幅激励作用 但是会不会对台积电造成 很大的威胁 我老实讲 可能怕这个 我们等一下会说明 两家公司 确实有非常落差 再来我们就提到 为什么这个 基辛格会被换掉 其实他两大区块 第一个就是大家看到 消费性电子的晶片的问题 NB桌机 可以看到他是在二一年回任的 当时他英特尔市占率 大概在七十七 现在是在六十九 所以他的 等于说这个市占率 不断的往下走低 另外是伺服器 CPU的部分 他从这个就任的时间点 当时市占率是九十 现在掉到七十 差这么多 对 尤其最简单来讲 就是伺服器的比例 因为刚刚提到 伺服器里面包含的AI伺服器 AI伺服器全员被所有拿走 那几乎全部都是回答 那除了回答之外 AMD其他人还有一点点 抢到小编 这英特尔完全几乎没有 所以相对来讲 他们确实比其他同业 明显要来的落后 这个也是因为 这也是所谓刚刚提到 董事会要其他离开 很重要的因素 另外这个也是外资给的报告 他们速度也很快 昨天的新闻 今天报告就出来 然后他再提到这个上任以来 他只是要给大家概念 这是所有的Intel AMD AVACO 相其他同业的营收 可以看到他从他就任以来 大家平均的营收增长了八十八个percent 但Intel是衰退了三十二个percent 大家都在成长 大家都在成长 只有他衰退 所以很老实讲 你很难有借口理由 说有什么这个问题 那当然他的营收衰退 他的毛利率的部分来讲 从之前跟大家差不多 到最后变成垫底的一个架构 所以当然我刚刚提到给你的 刚刚原本是前五年的时间 就现在来讲等于是才第四年 但是严格来讲 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所以请他提前离开 所以我们对比而言来讲 就提到他长期之前 对台积电的说法 相对来讲并不友善 那要告诉大家 他其实在二一年 回到这个所谓Intel 他虽然有梦想 而且讲也很会讲 但是毛利率是不争的事实 快速下滑 那刚刚提到原本 他的毛利率是明显高于台积电 那最后台积电还是持续往上 他是快速往下 所以早是这整个市场 明显的一个区别 看到股价 这也是他就任的时间点 台积电在这段时间 经过当时的这个所谓的 当时IC的库存的消化 当时也一度 大家一起重挫 其实可以看到 在重挫的过程当中 大家跌幅是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见到谷底之后 台积电往上回升 他谈不太上去 今年还在持续往下走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分道扬镳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中长线 还是会回归基本面 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技术层次 我们刚刚最早提到 我一直觉得 我在讲一句白话 就是Intel目前在半导体市场 影响力真的很低 好 因为记性格真的很会讲 那时候有讲说 2奈米会领先台积电 率先量产 也是他说的 然后再来的话 像那个极紫外光的机台 就是爱斯莫尔的 也是Intel那时候说 他抢着要买 是 对 好 但后来没有想到 就是技术层次却越拉越远 对 其实很明显越差越远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从1819年 等于是在 当时在10奈米的部分 其实两个就看 跟台积电就拉出明显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所谓的他的7奈米的制程 这是台积电是在18年出来 他们是到21年才出来 这个时间点 就其实有明显的落差 我们再看到3奈米 台积电是在2022年开始量产 他的3奈米必须要等到 今年才开始 现在开始量产 但是其实量率还是偏低的 所以理论上 其实跟台积电 大概落差接近三年左右 其实是蛮明确 应该说这段时间以来 这个差距 又没有明显的缩减 那他特色现象 就是有几个 就是他跟美国政府 一直拿补助 但是亏损却越来越大 那另外他就是讲到 台湾的地人正是很危险 然后另外讲到 他技术层次要超越台积电 但是很尴尬的现象 他又回头找台积电 希望他帮他代工 那简单来讲 就是他讲说 他会比他厉害 但是他现在自己做不出来 希望他暂时先帮他做 然后他自己想办法 未来要超越他 但是看起来这个进程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甚至Intel的部分来讲 就外资的角度 认为是台积电未来很重要 业绩面能够大幅走高的因素 因为目前Intel给台积电的 这个量能是非常的小 那这是外资预估 到2026年 他给一个所谓的 Intel未来 给外面代工的比例 如果抓五成的情况下 对比而言 他认为会供应台积电的营收 大概落到8个% 应该说26年台积电的营收 有8个% 会是这个所谓的Intel的一个贡献 所以应该说未来 他反而是他很重要的客户 会带动整个业绩面大幅增长 所以简单 刚刚提到的 就因为他要离开 外资马上出去报告 但是要重申 外资给的评价还是卖出 要有概念 就是我个人觉得 外资其实老实讲 他是不太喜欢得罪什么人 你可以看到正常的报告来讲 可能说一半买进 然后一半中立 其实就我们的角度 其实中立来讲 就已经算是 算是一种卖出 对 其实就已经算是很不好 对一家公司会写到 卖出这个评价的公司来讲 通常确实业绩面 就是相对比较弱 而且这真的是很大的 这个外资的报告 直接给他卖出了平等 所以代表结论来讲 目前营运还有很大落差 我刚刚提到 其实要有三年的 这个所谓的时间点 所以我刚刚提到 他不好 对台积电并不会有太大的 这个忧郁之处 但是万一真的是 刘德英来接任了 他可以让他的营运面 慢慢好转 但是会不会威胁台积电 我真的觉得还落差的非常远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算刘德英 真的愿意去接手 我觉得台积 对Intel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利多 但是对台积电来讲 并不会有显著的影响面 可能会在营运上面 看怎么样的改善 但先进制程 这是凭技术的 这个就没有办法说 谁去就马上追得上 甚至有可能 因为关系好 未来他交给台积电 代工的比例 甚至持续拉高 我们先往这个方向发展 对 相对来讲 这个几率反而是更高 那讲到这样的情况下 台积电当然这两天 大幅走高 我还是要重申 其实就反映基本面 之前法说会说得好 创高 这段实际修正 其实在跟这天的基本面 是没有明显的差别 这段时间 就是我不断提到的 因为美国的科技类股 相对比较弱的因素 所以导致台股拉回 我觉得未来再度重申 到年底的这个市场氛围乐观 应该都会有持续走高的可能性 再来今天来讲 因为有一个所谓的2024的供应链管理论坛 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提到 有七家台厂供应链 相对来讲 对他来讲 算是他们比较大的合作厂商 那加上说外资有提到很多报告 是在设备族群的一个部分 都有慢慢给向比较正向的讯息 所以个人觉得确实在设备族群 今天有稍微有表现 我觉得确实基本面是好的 这也是外资这几天的这个报告 也有看到 他在讲台积电的COAS的产能 他无论是今年幅度不大 但重点是明年 尤其是后年的这个产能的幅度 都大幅的调升 那当然这个就是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因为你的这个产能要拉高 他的资本支出 对应前一段时间的预估值 都有比较明显的增长 简单就是二零二五年 目前的台积电之前的资本支出的新高 就是大致上就落在三百六十亿 所以应该说明年就会创历史新高 这个概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对设备族群的部分来讲 应该都是很直接正向的利多 所以个股来讲 我觉得目前的角度 虽然震荡整理 但是我觉得 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设备族群 就是看到今年二零二四年 其实获利面增长的幅度很大 那就二五年现在的角度 其实法人除了刚刚我去抓 除了这个军豪抓不到这个预估数字 其他大部分来讲 都有看到二零二五年的EPS 都有机会大幅增长 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格局的情况下 比较好的现象就是最近设备股 其实就台积电休息之后 他们整理的时间也蛮长 最近有开始有稍微族群 有稍微动起来的现象 我还是觉得后续来讲 台积电能够走高 他现在有一个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台积电转强 资金就是一人的五零 所以他会到台积电 甚至有可能偶尔会影响到其他全资股 鸿海 广达跟着走 中小型族群就是暂时休息 但特色就是当大型涨多的情况下 资金又会回到这些中小型 族群跟台积电有关联的个股 所以跟他那红硕的部分来讲 也是经过这个大幅修正之后 开始转强 另外新云的部分来讲 股价也是差不多的走势 我觉得比较好的现象 就是最近是不是单一个股 是族群有开始慢慢转强的态势 那再度重申 只要台积电大型全资股 休息的情况下 未来资金还是有机会 落到这些所谓的 具有基本面的中小型族群身上 不管谁去接任Intel的新CEO 其实他要跟台积电拉上差距 其实有点困难 是 没错 但如果Intel他能够重振旗鼓的话 也许对于我们台湾 以前有Intel设备供应链 是 没错 也会是一个加持 双加持的概念 没错 谢谢 这边非常谢谢明海协理